小五委员会的视察张浩君在洛杉矶参加了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培训班结业式的时候 被学员们这三天来的团队精神所深深感动 他也期许这一次的培训课程能够帮助青年志工朋友 在未来更加融入团体建立团队的合作意识 洛杉矶地区这些学员的表现最让我感动的地方 是他们有一个活动叫做跳进叫做Jump in Faiska 那这个活动呢就是说只要有一个人失败那叫全部重来 那他们从开始起跳53位学员他们花了49次才完成 这个全部的人跳进去 这对于一个团体的临结力对于这些学员来讲 他们终于知道什么叫团队意识 我相信对于未来他们在所谓人际关系上的一个经营跟互动 都有更好更好的一个帮助 你不是在家ery看吗 你不是在家装上做这些学员在吗